把这个范围复制Ctrl-C 贴的话记得就是移到那个你没有做的这个范围 因为这个好像都做了 就是在选取其他的Footer 其他Footer一样是Footer 把它贴Ctrl-V贴上 贴贴贴只要没有贴错 那每一个应该看到的结构都一样 应该没问题了 这也是细心程度 那每一页看到OK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来看就是往下摄影名词 那摄影名词基本上就是page1 page1的话 那就是把摄影名词 你可以从那个其他页面吧 从这边复制 就camera1打开来 里面就会有文字把它贴到底下 贴到内容里面 那底下Footer是它的那个 我们刚刚的那把上面的标题就是摄影名词 所以看到的结果 摄影名词进来就可以看到 不过我再来看 其实基本上我发现了 其实这个摄影名词 它等于也是好几个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做成一个list view 应该我觉得也可以了 不过我想就算了 OK 我这东西就是做熟了 你就很熟了 一下就做出来了 只是说你可能还要在做分页 然后一个一个跳过去 那基本上当然了 什么这边有一些所谓的摄影名词 蛮重要 像最常被最常见的是什么景深吧 不知道各位对景深熟不熟 就像现在那个单影相机拍出来 那景深度很浅的话 你可以看到人很清楚 但是背景会很模糊 这个就景深的技巧 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们主要的 但这个地方如果 延伸性的 如果你想要多加一点分数吧 你就自己再把它改成这个list view 我想做法也是一样 分别把这个改成什么 page 1-1 page 1-2 一直到3 4 5 6 7 对不对 然后呢再去做一个list view 分别连过去就可以了 OK 摄影名词 再来就是相机种类 那相机种类的话 因为我们总共会有四种相机 应该是在那个camera的2 所以你可以开启camera2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camera 这个是page 1-1 page 1-2 3 4 分别它的名称 所以呢我可以做 我之前是做四个button 不过我觉得算了 你们就做list view就好了 比较简单 那也就是说你在哪里呢 在page 2里面 在page 2里面 然后做把那个page 2看一下 page 2的部分的话在哪里呢 往下卷动 相机种类 有没有 然后里面的话呢 你就是在内容的地方 放进四台相机 分别哈 这几个我已经有把它先 在记事本先复制了 然后一样做什么 贴上 这里哈 请你做一个list view就好 别忘了按钮 更正一下 之前我是做按钮 请你把这个地方呢 一样做list view 做法跟前面一样 一先做什么 项目清单 二做什么呢 那再来就是做一个 有没有 然后再来把这个范围做什么 再做它的data row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list view 好 这边也改成叫list view 有没有 OK 那再来就是做什么 超连结 这个就连结到哪里了 连结到2-2 所以紧page 所以 所以我被他误导 好 好 那是2-1 那其他都一样了 所以我快速做一下 这边有没有2-2 然后这边2-3 这边2-4 OK 做完了 好 那我们来切到相机种类 所以 及时看一下 相机种类 有没有 然后会有这个 但因为我没有做那个 data insert 没有圆角 所以它会变成没有圆角 不过没关系 再点击进去 它就是 分别 请各位把2-1到4 分别放这里面的这个 一张图 然后底下的内容 一张图 底下的内容 OK 那会啦 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的 这个所谓的相机种类 那最后呢 还有个所谓的相片欣赏 相片欣赏 做出来的效果 类似就像这样子 我们可以跳第一张 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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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张 上一张 OK 那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做到相机种类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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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